欢迎收看老婆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续部 有关狗狗的电影《钟爱无言》 老鱼因为身体残疾 常年只能瘫痪在床上 他的母亲去世后 他只能由弟弟和弟媳一家照顾 几十年如一日的瘫痪在床上 面对同样的风情 老鱼终日予于不欢 不爱烟热的让水都拿得没办法 某天 一只从狗肉店逃出来的小狗大黄 阴差养错的被老鱼的弟弟带回了家 惊慌失说的大黄一头撞进了老鱼的屋子 也许是因为从大黄身上找到了某种共同之处 老鱼看着因为恐惧而哼哼唧唧的大黄 竟然偷电话的开枪和大黄说起话来 虽然还是火药味十足 但这惊人的进展 让弟弟和弟媳决定把大黄留下 老鱼和大黄就这样 在互相看不顺眼的情况下 日复一日的相处着 尽管老鱼在生活上十分不便 他对于改造和修理电器很有一手 他平时就在床上替别人修理电器 以补贴家用 一个大风的夜里 被风吹倒的蜡烛点燃了老鱼的射击图纸 一栋惊醒了大黄 他连忙狂吠向老鱼示惊 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这场意外之后 老鱼和大黄终于放下了对彼此的戒心 和睦的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 有了大黄的陪伴 老鱼不再把所有的心事都憋在心里 他在脸上多了笑容 对生活也多了一丝积极的心态 好事成双 他自己设计的三轮车也终于做好了 有了这辆三轮车 老鱼也能靠自己的力量 四处走走看看了 他从没有哪天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他和弟弟攀算着 每天用这辆三轮车 到镇上去开个修理电器的小铺子 本来这计划 少不了弟弟每天的帮忙接送 谁知聪明的大黄 竟然接替了弟弟的工作 吊着三轮车前的绳子 帮老鱼每天拉车开路 所有人看到都禁不住 此次撑起 大黄的聪明决定和同小人心 渐渐被众人所知晓 他的传奇事迹也被流传看来 原来他还是个传重的名牌狗 渐渐的 常常有人起来咨询问家 想把大黄买走 最强的老鱼 想也不想地回绝了 但天又不测风云 弟弟在回家的路上 出了车祸 医院向家属索要昂贵的手术费 变故在一瞬间 压垮了这个 原本就很劫去的家庭 面对天价一样的医药费 老鱼狠心将大黄卖给了一个 除了高价的卖主 弟弟被治好了 老鱼和大黄 却从此填隔一方 他们都深深地思念着彼此 卖掉大黄 是老鱼心里永远的疼痛 他每天吃吃地 望着墙上大黄的照片 回想着澄清美好的记忆 大黄趴在豪华的狗窝里 也是总日闷闷不乐 面对昂贵精致的狗粮 这头一次 上升了吃饭的胃口 终于 他决定回家 不管多远 不管多难 一路的奔波和流浪 大黄靠着对于老鱼的爱和四面 一路爬涉过公路 荒野 饿到和流浪狗 强食 却被咬伤了腿 他从没想过放弃 扩着腿 一路走走停停 竟然真的 被他走回了家乡 等见到老鱼的那一刻 大黄已经没有力气 再冲上前了 他静静地坐下来 望着自己 多日不见的主人 老鱼热泪盈眶 他从没想过 自己此生 还能有见到大黄的那一天 他将大黄 抱上自己的三轮车 带着他回了家 老鱼和弟弟 媳妇喊着泪 为大黄擦干净了身体 有大黄陪在身边的老鱼 终于能做个好梦了 他下定决心 再也不要和大黄分离 然而 第二天醒来 老鱼的枕边 冷冷清清的 他们又一次 失去了大黄的身影 而这一次 是真的永远地失去了 谁能想到 昨天的那一次见面 就是老鱼和大黄的 最后一次见面 这一路的颠簸和沉默 已经耗尽了 大黄的生命 在如愿与自己的主人 重碰后 他在一个小树林里 安静地 长久地闭上了双眼 大黄把自己的生命的延续 留给了老鱼 也许他是不愿老鱼再像成精一样 孤独寂寞 也许他是想换一种方式陪伴自己的主人 在死去的三天之后 老鱼见到了大黄的孩子们 每一个都很像大黄 对大黄和老鱼来说 对方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陪伴 他们在对世界充满愉愤和恐慌时 遇见彼此 在彼此的陪伴下 解开心结 慢慢成长 这段羁绊 无可替代 只能说 宠物无心呢 你人生中的片段回忆 却沾满了他简单的一生 以上 就是本期老鲍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鲍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 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